您刚刚也特别提到了 少一点仇恨值 不过我们看到您的对手蔡其昌 他在六月份批评这个安排 打疫苗的时候 他就说您是个不称职的媳妇 那另外我们的蔡总统 九月在帮民进党 女力连线造势的时候 也提到说妈妈市长 都把心力是放在送往营来 然后我们的副总统赖清德 在浮血的时候就说 这个妈妈市长只顾柴米油盐酱醋茶 你对这样子的 这样子一种好像贬低女性 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似乎不太为然 那您对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这样子的做法 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我跟大家报告 我是一位职业的妇女 那三十多年 所以我对外界的批评 或对外界的攻击 我一向能够虚心接受 我也可以承受 这没有什么问题 我个人没什么问题 可是我觉得这是蛮好的机会教育 因为我自己本身在担任职业妇女 三十多年以来 那我知道有很多的女性朋友 在各个职场上 并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 妈妈在家庭的角色当中 也没有被正确的认识 比如说有些人就觉得 妈妈只会只懂柴米油盐酱醋茶 第一个不要忘了 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很重要 第二个妈妈在家庭里面 也不是只有柴米油盐酱醋茶 我知道很多的妈妈 甚至成为家里主要经济负担的角色 另外很多的妈妈 甚至家里发生各种风暴 或者困难挫折的时候 她是家里的中流砥柱 所以妈妈在家里面 也不是只有被柴米油盐酱醋茶 我觉得我们对于妈妈的认识太过少了一点 太窄化了 也不够尊敬 第二个就女性的角色在职场也是 外界如果说连总统都在讲 一个女性在职场上只会送往迎来 或者她做得不够周全 基本上我觉得对女性的要求 跟对其他性别的要求是否一致 第二个就是贬低女性的角色 跟她的能力 说女性在职场上只会送往云南 你知道女性在职场上奋斗 本身已经受到很多公平 不公平的对待 我相信心仪一定有感 以台北市议会来讲 一定是男多于女很多 立法院或者是六度 我是唯一的女市长 不要说在政治的领域 在其他的领域的职场上 那女生本身在奋斗的过程当中 就比较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 那如果身为总统 都还这样子贬抑女性的话 对 而且用送往迎来 这样四个字 好像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暗示的感觉 那奋斗 女性的发展跟奋斗 就更加的困难了 那所以我做的工作刚好相反 我在很多的场合 包养女性 然后赞美女性 肯定女性 我觉得身为女性 我们更应该要爱护女性 建立好的一个典范 对 尤其是蔡总统 自己也是身为女性 也是首位的女性元首 所以她应该要做出 正确的示范才对 对 我基本上对我本身的批评 我是可以承受 可是我想借机谈的 是我刚才谈的那些议题 女性的议题 性别的议题 以及妈妈的角色 我觉得这个东西 社会上如果说总统副总统 那还有一些错误的认识的话 那你难怪整个社会 让妈妈她本身没有得到 应有的尊敬跟爱护 那这个女性在职场上的发展 没有得到正确的一个公平对待 我觉得难怪嘛 那你看看 因为大家整个总统 副总统的这个认知 可能都不是很正确的 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就是有流传出一段影片 是由DPP合作赞助的街访影片 结果那影片当中呢 这个受访者大多数呢 对您都是这个贬义的 然后说什么空气不好啦 做得不好啦 评价很差啦等等等等 就讲这样子的一些话 但是呢 后来被抓包发现说 其中有好几位 其实都是民进党议员的助理 然后呢 但是您的对手蔡继昌呢 她是否认 她有出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影片 你怎么样看待这样子这么粗糙 然后涉嫌造假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跟影片 我这一届在选举当中 我已经九次大选了 连这一届我已经经过九次大选 所以我每次的选举我都有参与 那在参与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观察那时代的进步 那选民的一些思维 那以及我们民主过程中的一个演进 那我一直觉得台湾的选民 台湾的民众远近不但是血量的 而且现在逻辑是清楚的 那同时呢 是非常有智慧的 那可是我是很遗憾 就是有少数的这些政治人物 他还企图用一些 比如说比较不好 负面的一些选战的方式 那来争取选票 那一方面我觉得遗憾的原因 不是为我自己遗憾 一方面我是觉得说 这个到了21世纪的今天 如果台湾号称民主法治的这个社会 但是呢 我们还是用这么low的一个方式 在攻击 在负面选举的话 那我是觉得很可惜了 那第二个呢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 这次选战当中 所呈现出来的选风 我们常常在讲 政治人物富有 成为社会典范的这样的义务 尤其要给下一代做好的示范 孩子们每天他可以接触得到 这次选举 他看得到这么多的看板 他可以从网络上 得到这么多的一些选举资讯 甚至从大人的交谈当中 社会上的一些闲聊里面 他可以知道选举 可是如果他所看到的看板 是负面的 而不是候选人 正向的介绍自己 介绍自己的政治理念 向选民政去认同 而是去攻击别人的东西 那又譬如说 网络上有很多的造假 某配等等之类的 那我们在给孩子们 做什么样的示范呢 所以这是我比较忧心的 我觉得这次的选举 这个选风非常非常的不好 是列宁之胜 那过去你要知道 过去我们接受的就是要选嫌宇能 要正面选举 可是后来演进到 开始做负面做攻击 而且还变本加厉 负面做攻击的人 他就是躲在幕后 可是这几年不是啊 做负面做攻击某会造谣意识形态的人 他甚至毫不遮掩 甚至毫不遮掩 那所以我对于现在的选风非常忧心 因为我担心台湾的民主法治 没有办法再进步 那给孩子们错误的教育